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咔咔 没有你我的故事讲给谁听 他是全韩国男人的情敌 凭借 黄手帕 爆红 人生起点比玄冰还要高 为何如今消失在荧幕前 提起严正勋 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 几乎没什么代表作 只知道是韩家人的丈夫 但严正勋不同于其他圈内新人 他属于名副其实的新二代 父亲严奎震同样也是一名演员 凭借英雄时代 家门的荣光等热播剧 在圈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算得上是半个财阀 早年靠投资赚的盆满钵满 所以严正勋从小过着少爷般的生活 当一些贫穷孩子为温饱而烦恼时 他年纪轻轻就挽起了赛车 成为无数同龄人遥不可及的梦 直到21岁 受到父亲的影响 1999年通过电视剧 波涛正式以演员出道 并且他在第一部出演的作品 就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当时所有人非常看好他 认为他会依靠父亲的关系 从此在演艺圈开拓一片天 然而 严正勋并没有借助人脉 反而选择了独自闯荡 由于成名前妻 相貌跟演技一般 所以街拍的作品都没能大红大紫 其中相对出名的 莫过于搭档寒佳人出演的 黄首帕 在剧中他的角色是一个外表流氓内里温柔的男人 因为把反差的性格演绎得非常出色 所以他当年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KBS演技大赏最佳新人奖 演艺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虽然严正勋的知名度算不上一线 却从不缺优秀的影视资源 2008年的时候 严正勋与宋承宪县 李延熙等人出演的月火剧《伊甸园之冬》也是大获成功 成为了他演艺道路上又一部经典之作 在剧中严正勋剧中饰演一位精英检察官 职场强人的角色和他的气质非常相符 所以在他的演艺之下又一个经典的角色诞生 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MVC演技大赏 可以说 比起那些沉浸在偶像剧领域的艺人 严正勋选择了实力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严正勋竟在巅峰期跨界进入赛车领域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 严正勋如果不当演员 那么一定是顶级的赛车手 没错 现实中他是一个非常多彩的艺人 除了明星光环之外 严正勋还是摄影师和赛车手 特别在赛车领域有着极大的名气 要知道这两个领域非常烧钱 2010年 车继了得的他还以选手身份参加了比赛 是娱乐圈极少数把爱好完成职业的艺人 次年 他还成为了疯狂汽车秀的主持人之一 之后 严正勋又学到一身的摄影技术 可以说是韩星中最有才华的演员 几乎把每一样爱好都做到了极致 可真正令网友羡慕的不是这些 而是娶了国民初恋 当你听到韩家人 倾诉决定23岁结婚的理由 以及严正勋当年立追的过程 是否有非常羡慕他们的爱情呢 2020年 韩家人与严正勋婚后17年 首次同框参加综艺 两天一夜 除了让节目关注度再提升之外 韩家人还提到了爱情萌芽的故事 透露到当初是严正勋追求的他 其实 两人在拍 黄手帕 之前 就多次传出恋爱绯闻 虽然当时的严正勋 名气跟颜值都不如韩家人 但他依靠一身才华打动了对方 所以 比起那些惊童玉女的分分合合 网友似乎更喜欢他们这对男才女貌 热恋期时 得到了男方父母的认可 韩家人经常到严正勋家中约会 并且不管拍拖期间有不多忙碌 严正勋都会在凌晨开几个小时的车去找韩家人 正因为这一点让韩家人对他情有独钟 严正勋的妈妈特别喜欢韩家人 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他的妈妈对着23岁的韩家人说了一句 明年就该准备结婚了 这让韩家人感到非常惊讶 做不了主的韩家人本想让妈妈推迟一下结婚计划 不料双方父母见面后却立刻同意两人结婚 最终在2005年便宣布修成正果 婚礼当天不仅成为娱乐圈头条 更是让万千少男的心都碎成了粉末 呼喊着 骂严正勋是小偷 偷走了他们心目中的白月光 惊讶的是 婚后他们从来没有一同参加过节目或者合作影视剧 直到2020年 韩家人才偷偷瞒着丈夫做特别嘉宾 当然两人的同框出现 也使得该节目的收视率节节高升 节目中 虽然夫妻二人分组进行任务对决 但互动间时不时的还是在秀恩爱 这领所有在场的嘉宾羡慕不已 当韩家人谈到为何嫁给严正勋时 他表示两人的性格属于一冷一热 他自己是激情敏感 情绪容易跌宕起伏 而严正勋则是成熟稳重 加上他家里的整体氛围也很温馨和睦 所以觉得这个男人非常适合结婚 娱乐圈情侣分道扬镳的不在少数 好在严正勋没有辜负韩家人 所以才有了这一段爱情佳话 不仅如此 你知道韩圈因为七管炎而幸福的男星是谁吗 不是娶了财阀千金的Rain 所有韩国男人的情敌严正勋 他和韩家人简直是娱乐圈的另类 结婚的时候一个23岁 另一个是27岁 属于早婚代表的他们并没有早孕 好不容易在2015年怀孕 却意外流产 直到结婚11年后才生下一对儿女 然而婚后的韩家人外表看起来非常温和 没想到却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妻子 曾与严正勋约定好晚上不能超过12点回家 如果12点还没有到家 那么他就禁止丈夫回房间睡觉 严重的话还要跪刷衣板 但韩家人这些要求 严正勋并没有觉得反感 反而更加享受妻子的管教 要知道身为演员的严正勋 在外难免需要很多的应酬 但他还是尽量避免晚归 韩家人还透露自己开设了私密账号 专门拉黑屏蔽老公严正勋 当时在场的嘉宾听到这些的时候 不禁对严正勋在家中的地位发出感叹 毕竟韩国一直以来都是强调男尊女卑的国家 即便是李英爱 惊喜善这种顶级女神 婚后甘心隐退向夫教子 而韩家人则是众多韩星里 家庭地位最高的艺人之一 婚后他并没有选择暂别荧幕 反而陆续拍摄了 拥抱太阳的月亮等热播剧 直到生下一对儿女才决定回归家庭 别看严正勋是新二代 但他却多次在节目透露 家里都是妻子说了算 甚至为了对方而放弃热爱的赛车跟表演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孩子 所以 众人非常羡慕韩家人嫁给了严正勋 另外 当初严正勋为他举办婚礼的日子 也并不是随便选的 而是选择两人恋爱了600天的纪念日 单单这一细节 就让无数网友瞬间沦陷 韩家人自己也表示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虽然 两人结婚17年来有过吵吵闹闹 但一般都是严正勋先下跪道歉 要知道他可是标准的霸道总裁 所以才拿下了全韩国男生的梦中情缘 最后 就希望这对娱乐圈中的神仙夫妻 能够一直恩爱下去 一双儿女能够健康成长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